大家好,我是江池翰 大家好,我是江池翰 我現在在日南國中擔任自行車隊的教練 那現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我們學校的戶外教育基地 也是今年才剛完工的一個校內Punk Track場地 那我現在除了帶學生比賽以外 我自己也還會參加比賽 對騎車還保有非常大的熱忱跟熱愛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們在賽前呢 會針對煞車系統還有我們的單車 做怎麼樣子的清潔保養跟維護 首先呢我們會做一個 煞車系統的清潔 那在清潔過程你就可以去發現 它的外觀是不是有破損 去按壓看看這個接縫的地方 跟卡前懸戒的位置是不是有漏油的現象 一般如果漏油比較嚴重 其實你就會聽到煞聲會有那個異響 就會有乖乖乖的聲音 那就是已經漏油蠻嚴重 有時候它只是一點點滲油其實不會馬上發現 就需要透過清潔的過程去檢查 所以需要用布去把它擦拭乾淨 更詳細的話其實可以用市面上有很多針對煞車系統 包括疊盤清潔這一類的清潔劑去做保養 我們比較遇到比較特殊的經驗是 比如說像這個油管 它有可能在騎乘過程它晃動 它跑到其他位置 那我自己曾經在比賽的時候 因為摔車然後造成油管它有裂縫 那就是沒有發現到 所以在比賽的過程突然就沒煞車 賽前還有按到一半突然沒有 就是說它的破損情況可能不是太嚴重 但是已經瀕臨快要完全破掉的那個邊界 所以我會在比賽過程中就煞車失靈 除了摔車這個機會比較低 但是我們像我們車隊比較多人會一起出門 那運送過程其實是更容易造成這些油管的折損 或是擠壓破裂 所以在賽前的清潔保養的部分就非常重要 好那清潔第一步 我們需要先把前輪拆卸下來 這也是避免我們碟盤去沾到清潔劑或是有油的東西 造成煞車會有溢心或者是不適 那接下來就用清潔劑做一個外觀的清潔保養 因為有時候會被土或灰塵蓋住 所以把它擦乾淨你就可以更明確看清楚 整個煞車主體結構的外觀是不是有損壞的情形 好那我們一般做完全部的清潔之後 最重要的我們需要把卡鉗拆卸下來 然後去檢查來令片的厚度 那一般我們會建議使用來令片的兩側工具去做檢查 需不需要更換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在選用來令片的時候 可以看到前面這裡它其實有很多種不同材質 不同軟硬的來令片可以做選擇 其實我們選手在比賽的時候 也會針對天氣狀況、氣溫 還有來令片磨損的程度去決定需不需要更換 我們在做完來令片的確認之後呢 下一動我們就會進行螺絲的檢查 那這個非常重要 首先會從薩把的位置開始 那這個部分雖然不常鬆動 但我們習慣性還是會上工具稍微出點力量去檢查 如果它有鬆的話你很輕鬆就轉動了 那如果沒有鬆其實就不用再夾壓 不然就是要用扭力扳手 不然其實如果是碳纖維車把就有一點風險 會變成夾力太大 最後我們就會做一個卡鉗跟疊盤螺絲的檢查 那卡鉗雖然不是那麼容易鬆 螺絲都有防鬆膠 但其實我們也是有曾經做 可能騎乘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做清潔保養的 發現到螺絲有鬆動 所以我們在賽前還是習慣會去檢查 稍微出點力量一樣 檢查看它有沒有鬆動 除了這個以外呢 會在這個同時去做卡鉗位置的調整 就確認它有沒有在疊盤的兩側都有足夠的空氣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轉起來就會有摩擦阻力或者是會有聲音 那它如果轉起來是順暢的話 那那個位置應該是OK的 接下來就是剛才有講到的疊盤螺絲 疊盤螺絲是我們在賽前檢查過程中最常發現鬆動的 也是小朋友最容易造成它鬆動的一個部位 那因為煞車的自動過程這裡會承受蠻大的一個扭力 所以即使上了防鬆膠還是有鬆動的可能 所以我們就會做疊盤螺絲的檢查 一般的話我們會把它拆下來 然後螺絲在鎖的時候會鎖對角 就是鎖完這一顆會鎖它的對面邊 現在還有另外一種就是中心鎖入式 就是這一款疊盤 雖然它比較不會有鎖不平均的現象 但是它還是有可能有鬆動 所以建議賽前在檢查的時候 不管你是哪一種疊盤都做一下檢查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做了調整 螺絲也鎖好了 都平均鎖 然後轉起來還是有阻力的話 就有可能是因為你的疊盤已經變形 那變形它有一些偏白 如果到一個程度 其實你就必須更換疊盤 接下來就是煞車習慣的調整 那它就根據每個人手掌大小 手指長度可以做不一樣的調整跟習慣 首先你要先確認你的習慣 是用兩指煞或者一指煞 去調整它的左右跟靶套的間距 現在比較多人會習慣用一指煞車 那你就要調整到你習慣的煞車 那個手指在煞桿的末端 這樣煞車的力道會比較足夠 再來我覺得還蠻方便 它這裡有一個微條鈕 可以不需要工具直接手轉 而且它有定位有一格一格的 所以你可以去調整你煞車跟手指跟煞桿的距離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好處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騎鈴到或是比較長時間 或環島一次出去一個禮拜 來臨片可能還是有稍微的磨損 那間距會跑掉的時候 就可以靠這邊去做一個微條 這組煞車它還做了一個配合套件 就是可以整合煞車跟變速系統這邊 讓它變得更整潔 然後騎起來更舒服 那以上是我們在比賽前會幫學生 或者我自己會做的一些檢查工作 希望這一集對大家會有幫助 還有… 旁邊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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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